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荷兰晶片设备供应商ASML执行长Christophe Foucault,近日在纽约出席花旗银行的会议时表示,他预计对美国主导的限制的反对声音将会增加。 与此同时,他认为,由于已经实施的限制,中国在晶片制造方面的进展正在放缓。 他还认为,越来越难以证明,这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,很可能会有更多限制压力,但他认为也会有更多的反对声音,他希望可以达到某种平衡,因为对于企业来说,他们都希望有清晰和稳定的发展环境。 荷兰首相近期表示,他将仔细权衡ASML的经济利益。 ASML是荷兰最大的公司,也是欧洲最大的科技公司。 此前,美国和荷兰在2022年和2023年相继出台了多轮限制措施。 自今年4月以来,美国政府一直在敦促ASML在2024年之前,停止为部分已出售给中国客户,并受到出口管制规定限制的设备提供服务。 此外,Fukai重申了ASML对2024年和2025年的财务预测,称,尽管计算机晶片市场的复苏并不均衡,但对人工智慧、AI晶片的需求一直是亮点。 ASML最大的客户是台积电,该公司为辉达和苹果等生产晶片。 在此背景之下,荷兰政府发表了关于两款禁模式DUV身子外光,曝光机出口的最新许可要求,该规定于9月上旬正式生效。 根据更新后的许可要求,并根据美国相关出口管理条例,ASML后续需要向荷兰政府,而非美国政府申请出口许可,才能出货其Twinscan NXT-1970i和1980i DUV进模式曝光系统。 此前,荷兰的出口管制许可要求已适用于Twinscan NXT-2000i及后续DUV进模式系统。 ASML的EUV系统的销售也需遵守许可要求。 ASML官方表示,认为这一新规主要是协调颁发出口许可证的方式,即由美国政府发放许可,并更为由荷兰政府发放许可。 ASML在声明中指出,由于这是技术性调整,因此预计不会对公司2024年的财务前景、投资者日传达的长期情景产生任何影响。 另外,ASML已获得所有EUV客户下单下一代Hi NADUV。 回顾,Hi NADUV产品管理副总裁GreatStorms日前受访提到,ASML持续推进新的技术,并获得每个EUV客户在研发阶段青睐。 这些也都是他们Hi NA客户,也都有下单给他们。 2026年,希望是往量产方向推进,不过仍看客户制成成本等总体考虑。 ASML先前曾证实,今年底前将向台积电交付最新的Hi NAQV。 业界传出,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手台ASMLHi NAQV曝光系统设备传9月将进场,持续领先三星晶圆代工的交击进度。 由于该款与4亿欧元设备,且因光镜头镜片无法分拆入场,高度比一间会议室还高,且长度也远超前一代设备,因规格特殊且精密。 恐须机场或港口联通的高速公路交管或特定深夜运送入场,避免交通不顺。 对于业界传闻,ASML提到不评论单一客户。 台积电也提到,不回应市场传闻。 不过,业界盛传,台积电手台DecimalHi NAQV进击,预计移入台积电全球研发中心,用于研发用途,进而应对后续先进制程开发需求。 这是继英特尔抢先于2024年4月宣布,完成业界手台高数值孔径及紫外Hi NAQV曝光机组装后,台积电逐客园区此次于9月底前引进其手台高数值孔径及紫外曝光机,较外界所猜测的年底时间点提前一整个季度。 同时,据台湾媒体经济日报援引业界消息称,台积电手台DecimalHi NAQV曝光系统设备9月进击后,这将使其持续领先三星晶圆代工的交机进度。 三星电子之前表示将引进其首个Hi NA0.55DUV曝光工具,从而实现半导体制造技术的重大飞跃。 该公司计划在2024年第四季度至2025年第一季度期间,在其华城园区安装XML Twinsken EXE 5000系统,这标志着其在开发用于罗技和DRAM生产的下一代工艺技术方面,迈出了关键一步。 三星不仅关注曝光设备本身,还在围绕Hi NA UV技术建立一个全面的生态系统。 该公司正在与几个重要的合作伙伴合作,如LaserTech开发用于Hi NA光照的检测设备,JSR开发先进的光组计,东京电子增强时刻机和Synaxis在光照上转向曲线图案,以提高电路精度。 Hi NA UV技术有望在晶片制造方面取得重大进展。Hi NA技术具有8nm的解析度能力,可使电晶体的尺寸缩小约1.7倍,电晶体密度提高近3倍。 然而,向高NAT UV过渡也面临着挑战。 这些工具更加昂贵,每件成本高达3.8亿美元,而且成像区域较小。 其较大的尺寸也要求晶片制造商重新考虑晶圆厂的布局。 尽管存在这些障碍,三星的目标是到2027年实现Hi NA超高真空技术的商业应用。 ASML之前强调,Hi NA UV曝光系统已于去年底开始陆续出货。 产能预计每小时可曝光超过185片晶圆,将支援2nm以下逻辑晶片,即具有相似电晶体密度的记忆体晶片量产。 在先进制程晶片制造中导入EUV技术可简化制程工序,减少光照数量,达到产能和良率提升,进而降低生产每片晶圆的用电量。 ASML预估,若在先进制程中导入包括EUV和Hi NA UV曝光系统,到2029年,使用ASML曝光技术生产每一片晶圆使用的100度电,将为整体制程节省200度电。 另外,根据DJ Times报道称,台积电首部Hi NA UV设备的购入价格远低于原定的3.51欧元报价。 据称,台积电之所以可以享受折扣,主要是因为ASML给出了很大让步。 毕竟台积电可是超级VIP,全力协助台积电进击调校与技术支援等,加速上限时间点,也就是此台主要目的为台积电适用。 当然,ASML对此则表示,不评论单一客户。 供应链表示,随着未来3奈米,产能满载与预计2025年第四季度量产的2奈米,制程客户订单陆续落贷。 台积电已重启EUV设备拉获动能,估计此波新单规模约达70台。 台积电目前已经掌控绝对市场占有率优势与话语权,也是至今EUV设备下单量最多的客户。 再加上是HiNATUV最大客户,台积电很显然掌握着与ASML的溢价优势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